刚刚开了这包M&M's 刚刚吃了一粒就已经有莫名的罪咎感 就因为这些颜色是人工色素 我处理的办法就是将它变成啡色 因为将五盏绿色混合在一起 就会变成朱古力色 现在就有这个效果 大家看看这颜色 就开始飘出来了 其实它上面那层糖衣 如果不能浸泡 你吃少一点也是好的 现在就是 这个就是它未染色之前 就是这样的 当然这些建议是很少人会用的 今天这么崇尚自然健康 就不会买这些朱古力吃 那吃得就想着都不会讲究健康 都已经放弃了 或者是不讲究健康了 这个就是 怎样可以吃一些商业的产品 但是可以健康一点 其实现在这个程序 都将它的糖衣 即是那股无谓的糖衣 已经洗掉了一点 当你再浸久一点就变成 朱古力就外露了 好像这一粒 现在要很瘦手了 你看这些水 吃完这些色彩 这个就是洗走的色素 和部分的糖衣 之后的M&M's 总有办法去吃少一点化学色素 吃东西可不可以健康一点 都其实是一个平衡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你给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